比钢铁还硬的蜘蛛丝究竟有何妙用 有科学家做过这么一个实验 他们用二氧化碳将一只雌性的黄金圆珠麻醉 然后将其轻轻的固定住 蛛丝并不跟蜘蛛体内的器官相连 采集蛛丝就像医生收集病人的唾液 不会对蜘蛛造成任何的伤害 腺体分泌的纺丝液遇到空气才能够凝结成丝 一次可采集30到80米 但一只蜘蛛一身究竟能抽多少丝 目前尚无定论 采集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们把时间调回到2002年 来自英国的艺术家西蒙皮尔斯 和企业家尼古拉斯·古德利 组建了一个团队 并疯狂地开始在全世界各地 收集一种名为黄金圆珠的蜘蛛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感到疑惑 如此大量的收集蜘蛛究竟有何用途 直到五年以后 当此事已经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事业时 西蒙皮尔斯带着一件通体金黄 极尽奢华气息的披肩 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 而收集蜘蛛仪式的谜底 也正式地揭晓 原来这件如此华贵的衣服 制作原料正是来自于 120万只金球之蜘蛛的蛛丝 得到此消息的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赶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将此衣收入了囊中 成为了3600万件展品中的一员 但这还不是使用蜘蛛丝的开端 早在上千年前 古人就已经发现了蜘蛛丝 抑制细菌防止真菌感染的神奇功能 并用来当作治疗伤口的药物 而到了现代 生物材料功能 则成为了蜘蛛丝研究的主要部分 甚至有结论说 蜘蛛丝是比钢铁更坚硬的材料 如此神奇的物质 蜘蛛是如何进化得来的呢 随风飘荡 一扯就断的蜘蛛丝 居然被科学家认为是 比钢铁还要坚韧的材料 是它们聪明过了头 还是我们读书太少 这一切的起源 还得从1.3亿年前说起 一些蜘蛛在自己的腹部末端 进化出了喷丝板 能够将腺体内 原本液体状态的丝绸 通过水提取酸和张力的结合 变成最终固体丝的形式 从而拥有了制作 复杂图案的能力 在逆水强度方面 蜘蛛丝纤维 与强度最高的碳纤维强度相接近 具有极强的韧性与可延展性 我们日常生活之所以 能够轻易地弄断 这些坚韧的材料 并不是我们天生神力 只是因为蜘蛛分泌的蛛丝 都非常的薄而已 每条蛛丝比人的头发 还要细一千倍 假设你不小心 掉入了一个超大型的蜘蛛网中 或许就能感受到 这种材料的恐怖强度 首先极具粘性的蛛丝 会牢牢地将你粘住 无论你怎么挣扎 都只会适得其反 更多的蛛丝 将会常扰在你的身上 而且你挣扎产现的振动 还会吸引蜘蛛过来 尽管它的视力无比的差劲 但珠网上任何一点波动 都逃不开它们 长在脚上的传感器 此时的你 如果没有匕首之类的力气 就只能等待着蜘蛛 将你包成一个茧 然后分泌消化液 将你化为一滩血水 当然你也可以尝试 从衣服里面滑出来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幸好我们所处的世界 没有能够抓住人类的蜘蛛网 不过你应该知道的是 这些生物控制着 自然界昆虫的数量 没有蜘蛛 昆虫的数量将急速地增加 所有的农业都会受到威胁 小麦 玉米 蔬菜 水果 可能都会消失 进而导致全球的粮食危机 当你想要捅碰一个蜘蛛网的时候 请你记住这一点 长期以来 科学家们一直苦于 找不到大量制造 蜘蛛丝的方法 却偶然间在一头羊的身上 找到了突破口 最强转经营技术 能够吐司的山羊和植物 这个事情还得从蜘蛛说起 自从蜘蛛丝超强超轻的材料属性 被人们发现以后 无论是航天业 材料业 还是服装业 都开始出现了蜘蛛丝的身影 甚至认为以后可以完全替代 尼龙 迪伦等 诸多被广泛使用的石油合成纤维 但在此之前 有一个难题 却在等待着我们解决 那就是蜘蛛丝产量的问题 仅仅制作一个披肩 就需要120万只蜘蛛生产5年 若按照这样的生产速度 未来大规模的普及蜘蛛丝的制品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于是生物学家开始转换了思路 利用基因改造技术 在其他生物身上 进行生产蜘蛛丝的蛋白实验 将转基因实验在山羊身上进行 并成功的生产出了 富含大量蜘蛛蛋白的羊奶 但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 羊奶中的蛋白质同样小得可怜 人工生产蛛丝的工作举步维艰 直到2018年 一位科学家通过在蜘蛛丝的DNA中 添加了一个短基因序列 促进了蛋白质之间的化学反应 成功的使其进行了融合 变成了更大的蛋白质个体 蛋白质过小这一问题 才终于得到解决 蜘蛛丝制品的普及 也开始出现了希望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就能穿上蜘蛛丝制作的衣服 背上它编织的包 生物进化的智慧 也许是比所有科学都要巧妙的东西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